安孩一脚被妹妹踹进了一款英女游戏 成为一个恶毒的富家小少爷 原本他一心只想改变自己悲惨的结局 可他万万没想到 本应该是争抢女主角的男主们 却纷纷开始缠上了他 而本应该和男主角在一起的女主角 却一天忙着和恶毒女配套近乎 事情还要从这天说起 他看到妹妹的游戏没保存 他拿起鼠标本意识帮妹 却没想自己尽情不自禁地把游戏玩完了 意识不对 他灵机一动又重启游戏想来继续玩到他的进度 却没注意后面那双要吃人的眼睛 结果在接受妹妹的怒火时 静硬生生被踹进了游戏中 等他再次醒来 他已经变成游戏中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色 起初他以为现在这只是在做了一个清醒的梦里 索性又躺会被窝 直到端着茶水进来的女夫不可思议的尖叫 梅森少爷醒来了 闻声梅森的父母立马冲了进来 妈妈一把将他抱住 我的宝贝你总算醒来了 父亲也激动地表示需要什么跟他说 都去给他准备 刚说完大哥也跟着走了进来 然而却是叶尔光扇在他的脸上 父亲见状立声呵斥他这是要干什么 原来这个大哥一直嫌弃他这个弟弟 面对父亲的愤怒大哥一点也没觉得自己错 然而完全猛的男主看着屋里的众人 他真的很无语 奶奶滴 你们到底是谁 顿时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医生断定他这是失业了 父亲焦急地询问他什么时候能恢复 医生给出的结果这个因人而异 最坏的可能就是永远恢复不了 一周后 男主没想自己尽比意料地更快适应现在的生活 他发现自己竟是穿越进了这家最小的儿子身上 因为他是晚年来的孩子 所以对他格外宠爱 这个家庭似乎事业有成很有钱的样子 不仅如此 其他的贵族也没有轻视作为男爵的他们 他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现在是一名富裕家庭的少爷 不过每天什么也不用做 被一群仆人伺候的生活真谛是相当不错 直到这天他的大姐和二姐听说他出事回到家 紧随着罗西出现 他顿时才想到他就是末一来这款游戏里的恶毒女配角色 游戏里他本是上流社会核心人物 也是最有可能和黄太子结婚的候选人 但一切只因女主来了学校后就都变了 女主吸引了黄太子的注意力 最终俘获了他的心 顿时嫉妒和厌恶让他变成了一个恶女 因此他用各种恶毒的手段欺凌女主 最后罗西被处以死刑 然而在其中其实还有个男人一直在挑唆罗西 才导致他一步步变得越发恶毒的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梅森 罗西的表弟 也就是男主现在穿进城的这个人 这个游戏里他本是个没有太多出场不重要的一个小公子 凭借家族的势力干了很多的坏事 但罗西死后他做的各种事情也被公之以重 所有受害者出来声讨复仇 最终一起杀死他 男主顿时觉得不妙 他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结局 突然大姐开口询问他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参加皇宫里举办的一起假面舞会 文言男主想要拒绝 却在大姐那隐喻的目光中 又不得不同意了下来 罗西察觉他今天有些不同 大姐连忙解释他这是事故失忆了 本来还想保密他 但他这样估计不久就会全程皆知了 听后罗西激动地拉着男主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帮他找回记忆的 男主内心我谢谢你 真不用 回到卧室他仔细琢磨了下 自己穿进这个角色的小时候 说不定其中有什么原因 而且这也意味着他可以改变未来 他觉得首先不能和游戏里的任何人扯上关系 然后再找到回到现实世界的办法 那接下来的舞会自己就绝对不能参加 然而事与愿违 当天他还是被二姐捆着带着去了舞会 他真的欲哭无泪 然而更加糟糕的是因为他名声意志不好 还被姐姐们打扮成了一个女孩子的模样 据说在舞会上遇到的人都是命定之人 好巧不巧在这里他还是和男主们纠缠在了一起 而恶毒女配也和他的女主相遇了 还穿成游戏里一个不起眼的恶毒小少爷 原本他一心只想改变自己的悲惨结局 但他万万没想到 本应该围着女主角的男主们 近期奇怪怪的都缠上了他 而起初他为了避免和游戏里的主要人物扯上关系 他觉得首要的就是绝不能参加皇宫举办的假面舞会 其料他自救的做法在大姐眼里 他这个弟弟是因为失业而生无可恋 就这样他被大姐强行绑着出了门 然而在大姐和二姐去挑选战俘时 他本想趁着罗希不注意找机会逃跑 却意外被一块魔法石吸引了注意 同时间一男子也指着这块魔法石表示他要 虽然男主本来也并不是想买 但看男人一副阴郁的样子 他莫名就很不爽 忽然男人在瞥了他一眼后 却像是看见了什么事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但男主却不知为何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紧张得他一时间差点没站住 还好被罗希扶了一把 并叫着他得赶快回去 他趁机附和着赶紧离开 因为刚才的那种感觉 他感觉就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样 经过这一茬逃跑的计划也被他搞忘记 眼看大姐拉着他就要去市里服 他只能一把甩开雷吉娜的手 表示即使自己失忆了 但也看得出来大家都在躲着他 即使戴上面具也会被认出来 去了也不过是讨人厌罢了 然而大姐真的就是个恐怖的存在 竟然让他男戴女装来到舞会现场 嘻嘻嚷嚷的女士一眼认出大姐二姐以及罗希 无名的男主就这样被硬生生解出来 女人们真的太可怕了 然而更可怕的是 他以为自己穿这一身衣服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完全超乎意料的是 他一个男人竟然被一群男人追着跑 以此同时宫殿里皇太子殿下卡尔在仆人的提醒下 正前往舞会现场 无意间他听到下面的仆人窃窃私语 据说在假面的舞会上会遇到命定的另一半 不仅皇帝陛下还是先皇 他们都是在命运的指导下 在假面舞会上遇到了各自的挚爱 听此卡尔觉得有趣 他默默地戴上了自己的面具 然而好巧不巧 拐脚遇到爱 男主直接撞到了皇太子殿下的怀里了 而且他还没意识自己的面具已经掉落 还担心对方是不是受伤了不说话 直到听到后面追上来的男士们的一声小姐 吓得他起身撒鸭子拔腿就跑 留下还在原地的皇太子一脸茫然 然而明显皇太子也并未认出他是谁来 只是这枚遗落的面具 自然而然令皇太子心中掀起了怜悦 片刻后男主跑进森林才终于将那些人甩掉 看着水中的倒影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扮上女装后 就连他自己都被惊艳到 只是他没想会那么夸张 然而他没清闲一分钟 不知从哪里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家伙 起初他还以为是那些追求中的影 但显然他这个样子并不是 男人傻也没说的就坐在了他身边不远处 搞得男主很烦躁 不过他总觉得眼前的人似乎有些眼熟 可他想了半天都想不起来 直到男人突然开口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就他现在这副样子 他有些不敢置信 难不成是认识他的人 吓得他连忙转过头 表示他肯定认错人了 他可从来没见过他 男主的话男人顿了顿 既然你说没见过我 那我一定是把你认成了别人 抱歉 男主只觉这人真奇怪 直到他看到滴答在草坪上的血迹 想都没想他还是一把拉住了要走的人 就这一眼空气中一瞬间 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 愣神了几秒男主才将人放开 看着男人手上那道伤 男主突然鼓励起男人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受伤 但要是有人想要伤害 你就要百倍的凤凰规矩 而且伤口也要及时处理 随即便细心地给男人做了简单的包扎 然而只见男人嘴角忍不住地上扬 你可真是个自以为是又爱管闲事的人 说吧就将自己的面具 戴在了男主的脸上 不过至少这一点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事实上我应该说你只是改变了样貌 你说是吧梅森姐诺克斯小姐 安孩一脚被妹妹踹进了一款英女游戏 成了一个恶毒的富家小少爷 为了改变自己悲惨的结局 她极力想要避开主角们 但偏偏命运的轨迹 还是让她和他们在舞会相遇了 而本应该和男主皇太子相遇的女主优利尔 却偏偏遇到了恶毒女配的罗西 而这还因男主仓皇逃跑 将面具移落给了皇太子殿下 等她拿着面具刚回到舞会现场时 大姐眼神如炬 连忙将罗西直接推到了皇太子殿下面前 两人简单的行礼寒暄了两句话 罗西意外地发现了 她手中的面具是梅森的 卡尔解释是刚无意间撞落了一位女士 询问罗西知道是谁的吗 罗西也不能直接说那就是梅森的 毕竟她今天男干女装算是一个秘密 她连忙扯了一个谎 说是家族一只庞系表情的 并表示自己正在找她 再听到卡尔说自己是在宫殿后面遇见 看见她往森林方向去 罗西还是有些局促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去 直到听到卡尔表示自己没事 我会会等她的 罗西这才放心地离开 然而来到森林她并没有找到梅森 却遇到躲在角落偷偷哭泣的女主优利尔 该相遇的迟早还是会遇见 在罗西耐心的安慰后 优利尔脸颊泛泛红很不好意思 罗西缓和她的紧张介绍起自己 优利尔其实很早就听过她的名字 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她本人 见她好了很多 罗西便询问起她为什么一个人偷偷在这里 优利尔支支吾吾很不安地表示 因为她从小身体不好 一直不被允许离开家 以至于她身边除了侍女外一个朋友都没有 当她听说这次舞会后她很高兴 她想在这里交一些朋友 但来到这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她就害怕 所以就跑到这里来了 说着她没忍住的眼角泛泪 其实我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很傻 罗西温柔地擦拭了她眼角的泪珠 却笑着鼓励她并不是这样的 她敢于挑战自己从未做过的事已经很勇敢了 而且正是她的勇敢才让他们有缘相遇 说着她询问优利尔 所以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优利尔眼中羊一直温暖 我愿意 还穿成游戏里一个不起眼的恶毒小少爷 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结局 她竭尽全力极力远离主角们 但命运却偏偏让她和男主们纷纷相遇了 而且还让男主们对她都产生了情愫 看着脸上的面具 关于这个拥有乌黑的头发 有着一双分外孤独的紫罗兰眼睛的男人 男主还是想不起来她到底是谁 突然她的思绪被一个声音打断 屋里有人正说着她的名字 大姐和二姐都在 一个贵族女子因为看不惯大姐二姐这样男爵家族的人 站在大厅中央正大肆宣扬之前城外爆炸事件的谣言 据说就是诺克斯家族的小儿子梅森 简诺克斯魔力超在岛阵 正常孩子的魔力觉醒一般都在八到十岁左右 而男主至今十三岁了都还没有魔力觉醒 嘲笑像他这样没有觉醒能力的男爵继承人对贵族来说就是一种失辱 男主听着女子说的话不知为何 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口让他无法呼吸 这句身体原主的那些记忆一下子全部涌入他的大脑 因为没有觉醒魔力 他时常遭受同龄人的耻笑 笑他这样的就是个废物 为此他不满的总是何人打架 久而久之那些大人也嫌弃他还好不是自己的儿子 包括那些贵族的小姐在谈论的时候也会按戳戳挤对他的两个姐姐 但他不相信自己不可以 他只是觉得自己慢了一点 直到他轻而听到家人在背后讨论是否将他无法觉醒魔力的事实告诉他 这种绝望和被背叛的感觉让原主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男主算是终于明白了 他为什么后面会一点点废话的原因 此时听那大姐毫不客气的将红酒泼在女子的身上 警告他要是再敢嚼蛇根一定会让他好看 二姐也站了出来 提醒他他的好弟弟为了借钱可是将整个庄园都抵押给了他这个看不起的男爵家族呢 要是没能再约定期限还清的话加上利息 你们家的债务会增加好多呢 说着二姐走上前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声 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些好准了 毕竟我以后还想多见见你的 当然前提是你能保得住你的头衔 而一边罗希和女主优利尔刚从树林回来 就听到仆人正四处寻他 罗希很开心能遇到他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见你 看着罗希优利尔的第一个朋友 尽管他很害怕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询问罗希以后能不能给他写信 罗希没想到如此胆小的人会那么主动提出 他很开心和优利尔能交换秘密信件 以后这就是他们的小秘密 目送优利尔离开后 罗希这才想起找梅森 回头就见男主一人默默的一个人走着 他欣喜的一边追上去一边问他刚才去哪里 这边大姐二姐也走了出来 催促着他们舞会马上开始了得快点 罗希拉着男主就往舞会去 看着关心自己的大姐二姐以及罗希 原主的梅森一直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其实他自己才是那个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 男主真的很希望他能明白 其实他身边一直有可以让他依靠爱他的人 这边的梅森一直在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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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